空間第二題 他說這個二次函數 呼應是通過他 然後這個二次函數 跟X軸不相交 那以下何者正確 首先 這二次函數 首相代言 所以他往口向上 那跟X軸不相交 代表他等於解 等於0沒有根 代表他整個二次函數 都在一個軸上面 那判別4他會小一點 好,現在來看 因為這一點 在這個二次函數上面 那就把它帶進去 帶進去 X帶1 Fx等於4 4是等於F -1 0多少呢 等於1-A 加B 就得到 這是A-B 等於多少呢 A-B等於3 A-B等於3 一個條件 第二個條件呢 他判別是要小一點 就是A平方 就是B平方 乘4AC 乘4B 這要小一點 好,我們來看看 第一個 A的範圍 是不是在這個範圍 我就把B代掉 B代掉的話 B等於多少呢 B是A加3 代進去 所以A平方 -4 B加3 這是小一點 所以得到多少呢 A平方 B等於A加3 減掉4A 減掉4A 減12 小一點 那可以因此分解 62 A減6 A加2 小一點 所以就得到 A換了 A是小於6 那大一波 小於6大一波 所以這個是對的 小於6 大一波 再來我們看看B B的話 他說 小於9 大於1 我們看對不對 我就把B代進去 A的話 加3 全部加3 A加3就是B 小於多少 這加3 是9 大於多少 這加3 就1 所以B 小於9 大於1 這也是對的 好 再來我們看 F0 小於-2 F2 對不對 那我就把0 帶進去 F0等於多少 等於B F2 多少 等於4 減2A 再加B 1 2A 減4 2A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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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2a小於12,大於多少呢? 負4 那2a減4呢 這是小於多少呢? 8 大於多少? 大於負8 所以這個 這個減這個 有可能是正的也有可能負的 也就是這個可能大於他 也可能小於他 所以不一定 所以C是不一定的 那我們看,F2會不會大於F0 我帶F2 F2等於多少? F2是4 加4a 加1 我們看,這個有沒有比這個大 一減 得到4a加4 4a加4是不是一定大於 我們看 我把它乘以4 4a 他是小於4 大於8 再給他加4 大於8 4a得8 再給他加4 再給他加4 加4 4a加4 4a加4 小於多少呢?28 大於多少負4 所以有可能 有可能正的也有可能負的 我們看這個會不會算錯 我給他帶2 我給他帶2 2的話是4 這是2a 帶錯 2a加1 一減的話應該是2a加4 那2a加4 2的話是2a 小於2 262 大於多少? 大於負4 沒錯 這個一定大於負4 這個減這個會大於負4 代表 這個一定大於負4 所以b是對的 我們看1 1他說 fx最小的值一定小於4 我們看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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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小子是4A分4AC-0 4A 4AC -B-A-B 這等於什麼 我現在把這個B代掉 這是變成 -4A 加B 4B是B B是A加3 那我們來看看 M它是不是一定小於4 我們看 A它有個範圍 A的範圍是這個範圍 A的範圍是 A是小於6 大於2 所以 M對於A也是個二次函數 就是說當 當A等於多少 2A分是負B 2A就是 2分之負1 2乘以4分之負1 2分之1 2分是負B 負1 等於2的時候 2有在裡面 2有 當A等於2的時候 這個最小的值 這個M的話也有個最小值 這個最小值是多少 M2 M2 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那個 4分之負2的平方4 加2 再加多少 再加3 再加3 V V A加3 小於4 這個哪邊我算錯 4分之4ac 減掉V平方 這個對 V V的話是A加3 也對 2A 2A 2A分之負1 是2 是2 當A等於2的時候 這個有幾小時 10小時我用這個算 4A 4A 分之4ac 減掉V平方 這點多少 負1分之多少 這是負3 減1 等於4 最小值4 也就是說 M 它是小於等於4 所以它說一定小於4 是讓它可以等於4 當什麼呢 當A等於2的時候 幾小時是等於4 所以它說一定小於4 可以等於4 所以這個選項是錯的 但是問題是 剛剛我A把它帶2的話 也應該得到這個值 剛剛我M把它帶2 M帶2的話 2A分之負1 這個有沒有算錯 當A等於多少 2A分之負1 這樣多少 2a 2A的4 所以2 2A沒錯 M二的話是多少 是4分之負2的平方 再加2 再加3 等於4 沒錯 剛剛的話 我這裡1的話 沒有把它算進去 所以負1加2加3 5減1等於4 當A等於2的話,m可以等於4 也就是說,fx可以等於4 最小的數是小於4 不是小於4 所以1就不要選 所以大家應該選abd